哈喽大家好 我是Snowkey 欢迎大家收看本周的化妆小讲堂时间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4个修容跟打亮的重点 让你轻松营造出欧美的时尚妆感 其实修容跟打亮可以说是很简单 也可以说是很困难 简单的地方在于现在网路上教学那么多种 所以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 量该打在哪里 暗该上在哪里 可是难的地方就在于 即使我们知道了该上在哪里 可是为什么上在自己脸上的时候 还是常常看起来一脸油亮 或者是灼灼脏脏脏的像山子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4个 大家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到的重点 首先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 底妆要上好 很多人常常会误以为 你在上修容跟打亮的时候 选择的产品要够高贵 要够热的麦子上出来的妆效才会漂亮 其实不是的 在上修容跟打亮之前的底妆才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底妆就像是我们的画布一样 当你的底妆上的均匀上的脖头上的干净的时候呢 你后续在上修容跟打亮效果当然也会比较好 第二个重点就是产品的选择 如果说今天你喜欢的是欧美杂志里面的那种妆感 我会建议你可以选用霜状的 或者是高状的修容打亮产品 因为这样的质地如果你暈染的当的话 看起来会很像是从你皮肤里面透出来的那种光泽跟立体感 效果非常的漂亮 高级妆感的秘诀呢 其实就是从这些细节中累积而来的 如果说你喜欢的是那种欧美YouTuber 或是IG上面的那种修容跟打亮 我会建议你可以选用粉状的产品 因为这样子的视觉效果会更加强烈 要记得其实产品没有所谓的好或是不好 只有适不适合自己的需求而已 第三个重点就是选择适当的工具 如果今天你想要使用霜状的修容打亮产品呢 你可以使用海绵或者是化纤刷毛的工具 如果说是粉状的产品限制不大 我会建议大家使用毛纸比较松软的刷子来上色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让你上色的时候 颜色比较均匀薄透 那大家千万要记得 不管是打亮或是修容 都不要贪心一次上太多 宁可少亮多次一层一层的上 这样妆感看起来才会更精致更漂亮哦 第四个重点就是上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对于打亮跟修容都有一定的概念 说应该要上在哪里 打亮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我们的T字 顴骨唇峰的地方跟下巴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顴骨比较高 你不希望再强调 你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再打亮了 修容的地方呢 就是顴骨下面这个凹陷处 跟我们的腮帮子 然后有些人他如果说发际线很高啊 他也可以多上一点修容 去修饰一下高额头的部分 其中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 Bronzer跟Contour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让你呈现出全脸晒过太阳那种健康的感觉 想要修饰的地方 我想要让它变小的地方 是用修容的产品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Bronzer的东西 你是可以用比较大的刷子 全脸清扫 让整张脸看起来都是很均匀的那种晒过太阳的感觉 欧美很流行这种产品 所以要注意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千万不要搞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跟大家分享了这四个修容打亮的重点 希望大家学会以后都可以回家练习 好好画出属于自己的时尚妆感哦 那我们今天的化妆小讲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你留言给我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那我们化妆小讲堂下个礼拜见 拜拜